。 我的野蛮女友17年了,她去世了,她嫁豪门生两胎,她成人卖王。 。 资深的韩剧你,一定也看过不少的韩国电影吧。 。 而要说起最红的韩国电影,一定非我的野蛮女友莫属了。 虽然这部电影不算是韩国影史票房最好的,但是要说在中国观众心中,我的野蛮女友地位可无人能比。 。 而且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更具备划时代的意义。 。 早前我们都以为女孩子就应该是温柔体贴的。 。 包括在特别推崇长幼孙碑的韩国,温顺的女孩子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 。 。 但是这部电影之后,女生们甚至很多男生们都觉得女子有自己的个性,原来也是件有趣的事情。 。 一话过去17年了,这部电影虽然到现在还时常被人提起,但是戏中人却发生了不小的人生变化。 宋明希,从外表看是个清纯无敌的美少女,但是一开口就完全打破了外表给人的印象,简直野蛮到极点 对自己的男朋友百般折磨,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宋明希花式折磨男朋友的有趣故事 宋明希的扮演者全智贤评级这部剧不但在韩国宏集一时,甚至还成了无数中国影迷的梦中女神 回顾全智贤这些年的演艺经历,用传奇二字都不能概括全部 我的野蛮女友之后,全智贤虽然偶有作品,但是都不太理想 没想到陈济十年之后评级影片倒贼同盟豪气创下韩国影视记录 2013年全智贤主演的《来自星星的你》说红遍全亚洲一点都不夸张吧 不但事业引来第二春,全智贤的人生大事也一点没耽误,嫁入豪门自然不在话下 而且幸福如他,还连生了两胎,生产完火速回到最佳身材 真是让人不羡慕都不行 牵牛,原本出于好心就下了喝醉的宋明期 结果阴差阳错成了对方的男朋友,在一系列的被折磨下却和女主角命定一生 牵牛的扮演者车太贤那时候的人气丝毫不亚于全智贤 说起他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有一部他的电影大家一定十分喜欢,就是非常主播 在电影中车太贤扮演了一位36岁就当上爷爷的男人,影片十分有趣 这些年来车太贤在娱乐圈顺风顺水,不但演什么红什么,而且他还成了韩国娱乐圈的人卖王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迷过的偶像剧男主,都多半和他是好朋友 极佳的人员在他多次参加综艺节目就看得出来,随便一通电话就打给了某某风头正进的大明星 而且说话一点不客套,听得出来关系很不错 还记得小吃摊那个喝醉酒的男子吗? 在电影中他因为带着一个女生在外喝酒被女主撞见,女主角路见不平和他发生争执,最后仓房逃跑 这个醉酒男子的扮演者叫郭带荣,正是《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的导演 评级这部电影他拿下了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之后他相继执导了多部大火的电影 譬如假如《爱有天意》,我的女友是机器人,我的嫂更女友等等 在娱乐圈有着相当高的地位,而且他还在多部影视剧中有过精彩客串 男主角千牛的父亲,在电影中也是个特别搞笑的人物 为了防止男主角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不正经的影片,于是经常突袭闯进来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金人文是韩国着名的老戏古 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影视剧中扮演过角色,以慈祥的父亲形象被人熟知 遗憾的是,金人文2011年因为癌症去世,享年72岁,老戏古一路走好 参考来源